说到大局意识,的确是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问题,这种意识的重要性,其实往往被我们所忽略,而后带来的后果也是比较堪忧的,一个人如果只考虑到自己,去成个人英雄主义,那么集体的荣誉就被抛之脑后,如果考虑眼前而忽略长远,更不可取,十二星座里谁最有大局意识呢? 能要二天蝎座,天蝎座的人比较缺乏大局意识,甚至很多有这样的盘算,一直以来都会把自己的个人利益,以及一些眼前的迎头小利,作为首要思考的问题,其他都得靠边站,这样的做法也是有点不近人情的感觉,能要要金牛座,金牛座一直以来,都比较自私一些,私心很重,所以大局意识对他们来说, 也是不太存在的,他们时常会在考虑过自己的一些自然利益之后,却把大局放置一边,还没有责任心的感觉哦,能要领水瓶座,水瓶座的人比较任性,肆意忘临起来,也是没有大局意识的,他们就是想着如何去让自己开心,以自己为忠心的时候很多,所以大局意识方面也是很匮乏的, 需要这方面多多修炼一下,能就白羊座,白羊座的人,一旦激动起来,就没有理智什么事情了,平时也还是个很有礼貌的星座,但是一旦遇到了自己很偏激的情绪的时候, 就没有了任何的商量余地,他们的大局意识这时候也是荡然无存的,能把双子座,双子座其实哪怕有这样的一种意识,也不会付出时间,有和没有的差距不大, 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敢于表达自己想法的星座,很多时候都存在拟来顺受的情况,缺乏一定的发言勇气哦,能及双鱼座,双鱼座的大局意识,偶尔出现也会偶尔选择躲一边, 拘谨还是得依照情况来看,他们的大局意识,建立在不耸害个人利益的基础之上,否则的话也就会装装憨,内心清楚,但是行为言语上假装不懂这些,no 六,摄手座 摄手座的大局意识是有的,尤其是在一些为了更多人的集体利益的时候,他们会选择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, 而且很多情况下,不是说不考虑自己的个人私利,但是会放置在大局的考虑之后,no 狮子座,狮子座怎么也得有大局意识不是吗?他们可不想要成为那种,依欣为自己的耸人,他们最大的特点,就是有好处大家一起来收获,而在任何渴求背后,都得顾全大局,怎么也要流芳百事,而不是一丑万年,no 四处女座,处女座的人,比较注重细节,他们觉得大局意识,其实对任何一个人来说,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,缺乏大局意识的人,目光短浅,看问题只见到肤浅的表面,这一点是让人无法沟通的,no 三摩羯座,摩羯座的人,人身心得好,真的是很多问题,都要放在大局的角度来思考一下,对个人,有利益也不会那么容易去做出决定,他们的理智也是让人觉得非常敬佩的,因为不是谁都可以保证这样的毫无私心,no 二天称作,天称作的人,光明磊落,他们的大局意识也是很鲜明的,在大局意识出现的时候,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,去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 甚至有些时候个人利益会为了这个大局而让步,目光很是长远,no 一巨蟹座,巨蟹座的人大局意识最强烈,因为是个很有责任感的星座,也是一个不想要去给他人些麻烦的星座 在他们眼里,自己的大局意识其实算是作为人类的一个基本前提和原则,不可缺少的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